你没有像谢龙介这样子助于感情 易扬顿挫好好的讲 你这样子算什么推广 你看我们的网友刚刚刷一排赞 你对你的母女你根本没有感情 什么叫做台语 示范一下给这个陈伯伟看 但真的两个人不是同一个档次 不是同一个档次差别太大 你看谢龙介讲起来轻描淡淡 但是他满满的充满了感情 你一看他的脸 你就知道他多热爱就很远 而且秀芳我还要跟你讲 其实谢龙介在执询台上 用台语执询已经实行很多年了 对 但是他会尊重到他执询的对象 所以当他台语讲完之后 他还会用国语 他以防止说你可能没有听清楚 他就会简要地讲一下重点 这样子是不是一种众人的得到 而且人家的台语是有典故的 对